来 你怎么了 余梦 你看你脸色特别不好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我怎么晕了一下 你说快快快 要不我给老邱打个电话 不用 我自己去医院 行啊 没事没事 赶紧把点收拾你 没事没事 你快去 你快去 你快去医院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第二单元 现在我们在Page 72 现在我们在Lesson 6 Dialog A 第六课 对话A 现在你看 Dialog Park Excuse me Please Yes Can I help you Where is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It's not far from here Just a little farther along the street Show me the way please Go along the street About 12 o'clock Then you'll see the post office on your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Hi You are welcome Hey Yo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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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小亮 我是梅院 喂 你好 小亮 我是梅院 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你什么人哪 别动 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 别再缠着人家听明白了吗 我是他过来的保镖 他现在不想见你 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站住 别动错啊 想见孩子 你凭什么说那孩子就是你的啊 结婚了吗你 我接没结婚关你什么事啊 没结婚就有孩子 你这破坏计划生育啊你 你到底什么人哪你 我是什么人 听清楚了啊 我是他男朋友 听明白了吗 瞅你这身打扮 穿得花了虎上呢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本来就不是好东西 本来就不是好东西 想见孩子 门都没有听清楚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过来骚扰他 我就不客气 你听见没有 站着 站着 回去好好反省 冲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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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带汪汪玩会儿 既然太阳这么好 刚才跑的呀 把他颠得够呛 我陪着你们 你不上班了 没事 邱总要用车就给我打电话 也行 汪汪 亮叔叔来了 汪汪 汪汪 nahme 明月 姬姬 来来 是在这儿坐 没事 坐 来 我听说 一个叫 pour曳曦 今天在公园追着你跑啊 小亮跟您说的吧 我就知道他装不住事 别管小亮怎么说的 孩子的爸爸出现了 这可是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他配做孩子的爸爸吗 孩子 这不是赌气能解决的问题 他是孩子的爸爸 你就得让他见见孩子 不见 他跟我不配见孩子 靳怡啊 我那时候那么大落远 跑到南方找他的时候 他在哪儿啊 我怀着汪汪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在哪儿啊 我在产房里 那么辛苦地把汪汪生下来 他又在哪儿啊 还有 每次汪汪生病的时候 他连个人都找不着 好 总之 他不配做这个爸爸 我永远都不会让他见帮忙 好 你说啊 如果你跟一男的好了 然后 你怀孕了 还没结婚 你说你怎么办 我 那要看那男的要不要结婚 他不想跟你结婚 不结婚 不结婚 就把孩子打掉吗 可是 你要想把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不会 谁那么傻呀 自己当妈妈 对啊 谁那么傻啊 对啊 如果 如果你就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你说这男的会怎么想 这样啊 我想这男的肯定会跑 跑得远远的 而且 他会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肯定不是我的 说不定是拿孩子来炸我 对 别喝了我看你都醉了 我没醉 服务员 酒 酒 不要了 快点儿 结账 酒啊 走啊 走啊 我没事 你坐快点儿 来 小心 再说 我没事 行 坐好了啊 孩子 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的孩子 谁的孩子 来 小心 开灯 坐下 躺下吧你 来 躺下 到家了 到家了 你回去吧 我回去 你吐了我一身 我还没洗一洗呢 我 我这儿脏了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个好女孩 别瞎说了 行了 你喝多了 别 别把你弄脏了 回去吧 喂 你干嘛 回去吧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小姐 请问谭晓亮在 方不方便出去谈一谈 上班时间没工夫 就两句话 这说吧 一点私事 行吗 行 来 来 那个 你能不能 把梅院的住址给我 凭什么 我 我想看看孩子 梅院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想看见你 我没有恶意 我就是想尽尽责任 毕竟 我还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 想尽责任 是吧 早干什么去了 谭晓亮 我就求你这一次 让我看看孩子 我看一眼就走 我绝对不会纠缠他们 我告诉你啊 梅院是不想见你 你也见不着孩子 听明白了吗 谭晓亮 你 麻烦你去跟梅院说一声 他肯定听你的呀 那倒是 但是这件事情 我劝你就别来找他了 孩子你肯定见不着 你说 那我只能天天走楼下等他 等到他出现 等到他同意让我见孩子嘛 又怎么着 打算赖上了是吧 我 走人 该干嘛干嘛的 小亮 不叫了 小亮 这么喜欢孩子 也生一个 静怡 我这连女朋友都没有 那赶紧找啊 不急 是你不急 还是你喜欢的人不急呀 像我这样的 谁愿意看呢 看你说的什么呀 我看你就挺好的 壮壮实实一个小伙子 哪儿都没毛病 还怕找不到一个好闺女 我倒是担心梅院呢 你担心她什么 你看啊 她带着个孩子 要想找个合适的 难呢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是 是 静怡 我听说 说梅院那会儿都不知道 那男子在哪儿 就把汪汪生下来了 是啊 你是不知道 当初啊 我是怎么反对她 把孩子生下来的 可是这个孩子啊 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脾气倔啊 也太善良了 那种男人 怎么能信呢 她没愿意 现在心里边 刚开始吧 她还抱有希望 现在呀 是彻底死心了 为了找这个男的 梅院吃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呀 还和爸妈的关系都弄僵了 那小子 不是东宇 对 就是王八蛋 有机会我再遭她一遍 小亮 你说什么呀 打人可不对啊 打人不对 回来了 又来了 看妈妈 看妈妈回来了啊 还没睡呢 乖乖 说等你妈妈回来才睡呀 回来请妈妈了吧 小妈妈 梅院 我跟你说个事 说吧 今天下午五里西找过我 要你的地址 跟她说了 没有 我就是来问问你 我不想见她 好 但是她又说 她想见见万万 我说过了 我不想见她 闺女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她见见 她毕竟是万万的爸爸呀 静一 我说过无数次了 万万没有爸爸 孩子 你别说气话 她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终归不是个办法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过 行 见就见吧 反正迟早就有这么一天 梅院 那这么说 你原谅她吧 我没说过我原谅她 这种人哪 是不能原谅 对 得跟她要钱 我打听过了 夫妻离婚 孩子都要共同抚养呢 不许 静一 我在想 要是 你让她见旺旺 那回头她要是喜欢旺旺 她再想抚养旺旺 然后再跟你言归于好 重新再在一起 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们这些孩子 你们都熟悉什么呀 好 黎梅 嗯 照这个速度啊 我们马上就要找手纳米分离了吧 嗯 没错 快了 可是 我们试验经费还没有呢 那林雪 嗯 你上次跟我提到的说 有投资方 想跟咱们合作这个项目 还有这种可能吗 您家老邱放手了 别提她了 我是说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你联系一下 我想尽快跟对方见个面 你不怕您家老邱生气啊 如果这样和第三者合作的话 就意味着她要退出 我这几天也在想 你说如果老邱最早没有介入这个项目 或者他不是我的老公 没有钱投这个项目 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 是好项目的话 就不怕没人投资 我也这么想 你说的这个投资方 是个人呢还是一个企业啊 就是新唐总经理 李春阳 他怎么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我也不知道 那你联系联系吧 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天哪 他天天打我电话 上杆子要上咱们的项目 怎么会这样呢 我跟你说过嘛 好项目不怕没有人投资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没想到 喂 知心吗 是我 你晚上下了班以后 能到我们这边来吗 就在研究所旁边那个叶巴黎 我有事跟你说 我今天不想回家了 因为实验还没做完呢 那好 晚上七点见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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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看啊 好吧 我陪你去吧 李总 电话里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雲小姐 这个您先拿着 一点意思 李总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帮你的 这我知道 再说了 余梦坚决不答应跟你们新唐合作 我也没办法 怎么 我们合作的事你跟余梦讲了 对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件事不要告诉余梦 李总 李总 他非要问我 我能不说吗 再说了 如果真要合作的话 你还能不露脸 李总 看来这个忙 我是真的帮不上了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对不起 那好 Soul fourteen 我 大 二 公公文 三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不带给你 实在是行里有这个规定 你们中腾公司的那笔贷款 还没还清呢 我不能再带给你了 我们度点按原则办哪 再说 你也要考虑一下我的难处啊 我看今天 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我好 你先运不过去吧 美玉 她在叫什么名字 妈妈 我能抱抱她吗 妈妈 妈妈 我能说得两个小说 没人了 没人了 我 我知道 你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 我想 我想出点抚养费 希望你不要拒绝 这孩子是我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可这对你是不宫廷的 你想 养一个孩子花费这么大 而且你的收入又不高 这是我的事 梅月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你现在说这些话 还有什么用吗 可是 你真的要让我自责一辈子吗 这是你的事情 孩子你看完了 我们该说的话 也说完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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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梅芸 睡吧 梅芸 睡吧 梅芸 知道了 马上就睡了 梅芸 梅芸 没看出来你是个情爽 别胡说八道啊 有时看井一他们家怪冷气呢 买个电视给他 再说了 梅芸不然也能看吗 梅芸才几个月就能看电视了 不过 你也挺重当爱佑的 值得表扬 那井一跟梅芸你都说了 怎么不说人家没怨呢 你拿过来的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姐姐不会胡说八道 听着 知道了 小亮 来来来 小崔 先喝哥水 姐姐 你先放那边吧 干完火再喝 我们干完火再喝 那好吧 把你这个现在挤 好嘞 我马上有电视看喽 娃娃 有电视看喽 是有 叔叔给我们装电视喽 好 我这儿好了 妈妈爱你 好了 好了 咕咕咕 我们看电视 拿衣服 这个小亮啊 是多少钱 你得拿就多少钱 姐姐 我跟你说 那电视啊 不花钱 这这 公司淘汰下来的 那 姐姐 真的 公司淘汰 您 您问最发是不是 是 这样 公司淘汰下来的 不花钱 姐姐 那我们走了啊 就走啊 来 妈妈 来 叔叔再见 来 叔叔再见 来 叔叔再见 妈妈再见 多好的小伙子 景仪 不花钱的 公司淘汰下来的 景仪 不花 有完没完哪 怎么了 妈妈 您可别忘了啊 这两百块钱里边 还有我的一百呢 还你 还我啊 朋友归朋友 你泡妞不弄我掏钱对吧 谁泡妞 你呀 不看吗 汪汪 鸭子 哟 景仪 哪来的电视啊这是 是小亮送过来的 小亮 是啊 好好的 怎么想起来送我们电视啊 这就要问你喽 问我 她口口声声说啊 我老了 这房子里怪亲近的 有个电视热闹 还说望望 可以看动画片 可是她最后一句话是真的 什么话啊 她说你不是在读书吗 这教育台呀 有教授讲课 让你多看看 这小伙子真不错 她对你呀 有情有义 对望望也好 我看小亮 真是个好小伙子 景仪 我知道了 别说了啊 怎么 我说错了 没错 没错 那 是你不喜欢小亮 也不是 闺女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的事也该考虑考虑了 碰境合适的 千万别磨蹭 行了 我知道了 景仪 让望望看会儿多画片 清净 清净 清净啊 好吧 她还会看呐 是哦 哈哈 阿亮啊 这几天我老睡不着 妈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要不然明天我带您到医院看会儿 不是 我就担心你妹妹 你说她去旅游 可这么多天 她怎么一点音信也没有啊 妈 您也不用担心什么 她不是也跟您说了吗 跟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一块儿去的 出不了事 您放心吧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逃 她会好端端的就不去上班 阿亮 你妹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知道了一定要告诉我 妈 我是真不知道 我想知道我也知道不了 您不是也说吗 我们儿女们长大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小精子也这么大了 我觉得 应该出不了什么事 您放心吧 话是这么说 你不当爹 不当妈的 你体会不了这种心情 阿亮啊 这几天 我这眼睛老跳 哪只眼 这边 这只眼跳是好事 还好事呢 阿亮啊 前两天你张阿姨给你介绍对象 你怎么都不去看呢 妈 我这事您就别管了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反正啊 我身体也不好 哪一天我两眼一闭去见你爸爸了 你们俩的事啊 我都不管了 我都不管了 我 我找媳妇 我让您抱孙子 真的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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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金 你说话呀 你快跟我说呀 小金 这是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呀 你可把我急死了 你快说呀 男人都是混蛋骗子 妈 我死了算了 我死了干净了 小金 你不能这么说 到底是哪个男人 你给我说清楚 妈 吴纳伟那个啥见到了 他说他还没结婚 他在深圳有一个场 让我跟他去干 我就去了 我没想到 他结婚了 他竟然还有两个孩子 妈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妈 孩子 你怎么那么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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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爱我 来 咸菜 你慢点 你着那么急呀 阿亮 这几天工作碰完吧 还行 那今天下班早点回来啊 什么事妈 你怎么忘性这么大 昨天晚上我不跟你说好了 你跟我说好什么了 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 今天呢 你无论如何 也要见人家姑娘一面 你张阿姨为了你的事操了不少心 这回要成的话 可要好好谢谢人家 妈 我上班了啊 阿亮 你给我坐下 我就不相信 见一面有那么困难 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的事操心呢 这一大早的你曾经弃我 我妈没说不去啊 那好 今天你下班早点回来 收拾利索点啊 你别忘了 不忘 妈我上班了啊 哥 跟您一块走 你干嘛呢 你出去转着 你 那去吧 阿亮 别忘了啊 妈 我出去了 早点回来 好 我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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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姜 要不坐我车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我就随便瞎转转 你上你的班去吧 我走了 你 你没事吧你 我没事 我就是想吸吸早上的空气 看看你们这些上班的人 哥 你放心吧 我不会做什么事的 上班去 好 谢谢 还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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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